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龙江 苗栗白沙屯妈祖预计18号凌晨启程 前往北港朝天宫近乡 今年吸引高达18万名乡客前往祈福 蔡总统 赖副总统 柯文哲 以及江启成等政坛大咖陆续前往参与 但是不见朱立伦 韩国瑜等蓝营的一号人物 韩国瑜是跑去台南大天后宫春季大典担任主机关 政治人物拜庙镜香有多少政治考量呢 尤其是最注重声量的柯文哲 哪边热闹 哪边蹭吗 但是没有舞台可以表现 恐怕再怎么蹭都没用 即将就任总统的赖清德叙事待发 他跟吴真合体拍影片 叫吴真开节目直播布局空战 不过最大亮点应该是赖清德自己 今年适逢黄埔军校百周年校庆 国防部规划组成一个近百人的正部联 由新任总统赖清德检阅 那引发外界讨论还要踢正部吗 但是这踢不踢正部事小 强化国防才重要 蔡赖日前秘密视察海昆号 后续的七艘浅舰 赖清德明确指示 要做就一次做完 不过蓝白会不会从中作梗呢 另外基隆市府成了电动车销售中心吗 罢免谢国良联署 九天冲破了六千份 数字越多 谢国良就会送越多吗 还有台北市虐童案 蓝音继续推给中央 王玉敏辞掉而蒙的董事 就能够继续当招委 被告变法官吗 以及三名特战美军在澎湖被打伤 打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 最近局的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深入了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中央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央大家好 好 再来还有在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中央大家平安 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将军 中央大家好 大家好 在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中央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呢 苗栗白沙豚妈祖即将展开绕镜 总统蔡英文抵达白沙豚拱天宫 信徒热情迎接 18号白沙豚妈祖即将出发 进乡南下北港朝天宫 期价前蔡总统先参与 禁教仪式 期价前禁教由国家元首担任 可见慎重 这也是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 以总统身份参加活动 今年报名信徒人数也更胜往年 白沙豚妈祖禁乡为期九天八夜 要前往北港朝天宫 来回四百公里 起价前蓝绿白政治大咖都来了 马祖信徒多 跟着粉红超跑 一路南下的信徒 今年更将冲破18万人 魅力无法挡 这马祖政治学 也成了政治人物的必修学分 好我们看到这苗栗白沙豚 妈祖禁乡粉红超跑已经出发了 通常我们看到政治人物 包括最红的最有分量的都会来 我们就看到在昨天的部分 国民党江启臣 现在立法院副院长 在下午两点左右来参乡 接着蔡总统是在下午的三点 他弄一个背章 再来是大概下午的三点五十五分 柯文哲他也是来参拜的 再来最晚就是晚上八点半 副总统赖清德也来这边 赢这个妈祖胜价 同时还要讲今年共有将近 179971的这个香灯角 正反念都是一样的数字 这个巧合说不定也是 妈祖娘娘冥冥之中的安排了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时间序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来先讲名誉 这我们说政治人物的 拜庙 静香 政治学要考量哪些呢 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美学呢 静香政治学是这个几大看点之一 你不过我先讲就在农历春节过后呢 包括我们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妈祖绕境 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宗教盛事嘛 那今年的这个苗栗白沙屯 拱天公妈祖就接下了第一棒 所以呢他就开始先起跑了 在今天早上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开始起价 那我们先先讲一下了 就说他这个今年的这个 刚刚这个仲章有讲 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香灯角 香灯角就是所谓这个一起绕境的 这些信徒 这是报名的人数高达17万9971人 所以179971 刚刚这个仲章点到重点 就是赖清德 我们的这个准总统赖清德 他在脸书上就po了 179971 刚好他从前面到后面念过来 都是179971 对所以他有这个数字密码 是不是妈祖明明之中的一个安排 这个非常有玄机 这个是赖清德先发现的 但是比较特别是说 今年的报名人数是整个突飞成长 因为去年是10万 今年突然暴增了17万 你就知道这个宗教盛事 是越来越大的 将近18万了 对对将近18万 你就知道说这个宗教盛事 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外国朋友都有来 那其实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妈祖 都有几大看点 那尤其这一次的这个白沙屯 拱天公妈祖 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 第一个大家会特别注意 这个妈祖 他会有一个那个静香仪式 而且他会半身三 对 而且他每一年都会 尤其这个山边妈祖 每一年都会帮他换上新衣服 都是特制作的后冠后袍 所以他每一年穿什么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注意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事实上我有去采访过 就我有去全程跟着采访过 你知道他跟大甲妈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大甲妈他其实 从大甲走到这个嘉义新港 还有固定的路程 可是白沙屯他比较特别是 他从苗栗一直走到云林 北港朝天公九天八夜 来回将近四百公里 他是非常考验体力跟耐力的 他是完全没有固定行程 你知道我在他旁边采访过 那真的很神奇 他就是那个神教 那个神教他在感应 所以那个台教的人 他会突然走到一个路口 他就会 就会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转 就塞到左边 那你就走到左边 然后特别停在某一户人家 他就是大家会觉得是 妈祖的神机感应 这是跟大甲妈比较不一样 完全是神的旨意 对对对 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 没有固定的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让这个信徒感动落泪 就是这个苗栗拱天妈祖 他就突然起家的时候 他就突然有一站 跑到了苗栗的院理市场 因为苗栗院理市场 在2018年前几年的时候 突然发生大火 他就整个84个摊位 全部复制一具 所以当地的这些摊商 他们都很心急 所以后来这个在2023年 总算开始动工了 预计在2025年要完工 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 这个拱天公妈祖 他突然摇到这个面 苗栗院理的那个市场去 就是大家会觉得 很多摊商都蛮感动的 甚至还跪下 有人还落泪 就是希望说这里赶快 可以恢复往日的荣景 你就知道他这个神机显灵 那甚至今天还有那个报道 传出说 在那个彰化不是有一个不幸的 那个三个姐弟过马路的时候 突然被撞 然后这个姐姐受重伤 对不对 那成家的那个阿嬷 他也打算在这个路口 在等待这个妈祖来临 希望妈祖慈悲 可以显神机 希望让这个小姐弟 可以早日康复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的看点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政治上面看 是竞相政治学 那刚刚这个有讲 这几个重要人物的大咖都来了 包括今天安排 因为他有时间序 我觉得中东井还 那个苗栗现场中东井 他还蛮安排的 就是把所有政治人物一个一个错开 那第一个来的是江启成 可是就我了解 事实上他那个中东井 他其实是有邀韩国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场韩国瑜 就没有来 反而跑到台南 对台南大天后宫去 去当那个主机关 跟王金平同台 所以这一场国民党最大咖是江启成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他没有邀 这个中东井没有邀朱立伦 这样子哦 他说朱立伦就不必了 是哦 是没有邀 所以不是朱立伦没来 对对对 是没有邀他 对有邀 没有邀 因为想说蓝营最大的不就是 要不要朱立伦 要不然就韩国瑜吗 那韩国瑜是有邀没来 朱立伦就 根本没邀朱立伦 对就不必了 对就江启成代表蓝营 对那当然就是说总统 总统蔡总统 他这个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比较特别是总统他这个已经两年都没有去大甲妈了 他反而连四年都来了这个苗栗的拱天妈 而且他是负责禁教仪式 就现场旁边的人 这个有网友就还观察说 这个总统因为他是负责这个禁教仪式 所以你看他这个手捧香炉 然后还要绕教一周 那包括了他的这个捧香炉 然后绕行 然后还有蹲低 禁赶 就说总统的这个动作很流畅 就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另外呢 包括这个柯文哲是五点也来 那蔡壁如也有在旁边 然后赖清德是这个八点的时候呢 是迎妈祖出神龛 好那最后要讲到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因为柯文哲他去年 他是九天八夜 他是整个全部都跟完 那甚至他当时 有人去陈情的啦 甚至还说因为那时候很热嘛 他什么还抓痒 抓到颈部 什么这个有红痕 还跑去医疗站 这全部都可以上新闻 所以什么花花续续花草都可以上新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今年总统选完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舞台 他反而今年就都没有去 就只当了一个这个来参乡的角色 很单纯就没有什么新闻 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就比较特别 以前很喜欢这个蹭新闻流量 是不是因为去年有选总统 所以去去年 今年没有 反而就没有亮点 他就没有跟 所以这个静香 是不是因为没有政治舞台 所以相对就 大家也不重视了 对 他也可能上不了什么样的新闻 没有亮点就不去 所以静香政治选蛮有趣 对 静香政治选当中 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分量了 那这个分量是怎么样 柯文哲看起来 因为没有舞台发威 所以就不被人家重视 看起来是很明显 余将军怎么样看 这个白沙屯静香 光是有报名的 就将近18万人 对 那还有很多那些 那些所谓的行脚者 跟着走 他是自己去跟着走的 我们社区就有那个妈妈 炒了一千斤的油饭 昨天连夜送下去 他说要让这些人 能够暖胃啊 他那个油饭还要先去过香火 拜过 然后才给大家吃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算是全台湾宗教 非常大的盛事 宗教盛事 那你有哪个政治人物 不会在那边露脸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嘛 有人的地方就有支持度嘛 所以你看 连柯文哲昨天都下去了 昨天柯文哲下午都赶 都赶过去了 一样你看 蓝绿白 大家都下去 那唯独这个朱立伦 不被大家重视 对那就表示朱立伦的 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那韩国瑜也不去 韩国瑜跑去台南 去跟王金平 去跟他 去跟什么大天后宫 韩国瑜 韩国瑜最近立法院的事 先处理完再说吧 他立法院的事情闹这么大 韩国瑜怕说他一露脸 万一有记者歪楼 问到他这个事情 他怎么回答 那干脆就跟王金平在一起 稍微回避一下 不要趁这个热 迅速请教一下王金平 赶快去请教王金平 说以前遇到的情况怎么样 让大家不要讲说 那个院长 你院里面的事没有搞定 跑去白沙屯妈祖 这个地方去蹭人家 他想说没关系 我不插这一滩 先把正事搞定 这点我倒觉得不错 至少韩国瑜不一样了 韩国瑜不一样 他至少先把立法院 这个风暴先解决 因为你看从来没有 没收咨询权的状况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那这一次很多人说 韩国瑜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是想整顿一下立法院 因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韩国瑜人家问他说 当了40天的院长 如何 他说 40天啊 台湾的民主太伟大了 他就这样讲 他真的是想讲太伟大吗 他不是想讲太离谱吗 为什么 院长一个人守在主席台上 上面官员坐的都到齐了 下面的立委 咨询才来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因为没有咨询的立委 坐在那边听别人讲三小时 有休养的就听人家讲完 没休养的去给他中断 反而造成意识的不顺畅 所以韩国瑜可能太久没当立委了 他可能真的不清楚 那么对于白沙屯的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回避 是对的 去找到老院长问清楚 要该怎么办 也是对的 那至于说江启臣 他是副院长 这件事情跟他无关 而且又在台中附近 他往白沙屯这边 他都方便啊 所以他当然顺势 而且江启臣在国民党里面 相对的 是被基层比较能接受的人 比起朱立伦来讲 他是比较能接受的 第一个 他有职务嘛 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长嘛 那你朱立伦去 你到底算什么 你到底算什么 国民党的党主席嘛 党主席很多呢 台湾有党的党主席一堆呢 所以我才朱立伦没有去 也是对的 那至于说这一场宗教盛事 我相信 只要是政治人物 一定都会经过 想要去 为什么要 有人的地方就有支持 是的确 有人的地方 那当然呢 最多人的这个 参与的宗教 甚至近18万人 当然各方的政治人物 都要前往去这个参乡嘛 那只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如何观察 这个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 现在应该就是 即将上任的赖清德副总统嘛 因为他即将上任 所以呢 在昨天安排呢 是晚上的8点半 看起来是压轴啊 你昨天也有去嘛 对不对 所以他特别去观察到 这也是主办单位的一个特意安排吗 那当然 我看昨天这个 我昨天本来 从屏东上来到立法安 我们去国会改革的一个会议完以后 我要到苗栗去的时候 整个高铁车厢都是满满 那所以到昨天那个现场的时候 我昨天本来是预计说12点要起轿 结果就快到12点40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起轿 那看到现场里面 因为这次是从通宵 苗栗的通宵要到北港朝天宫 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中东井苗栗的现场 也会看到云林的现场也在这个地方 那还有几位立委啦 那当然从这一次来看的话 妈子确实是慈悲 他的信徒 真的是可怕 大咖的当然会到那个地方 我看昨天到这个拱天宫去的 你说到底那是哪一县市的人 除了要选总统的以外啊 去的人几乎都没有票啦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妈祖真的是神威真的是显赫 那么多人来 你说从这几年来看的话 拱天宫他最欢迎的最瞩目的 最大咖道的当然就是蔡英文总统嘛 这几年他都会到现场去 可是你昨天去把他看的话 要掀起那个高潮来看 我那个风华主委 我要跟他说 这次来的你感觉什么人来 你想送的 总统来动的也很送的 我说又想 那次来的总统今天也来啊 你知道吗 当然就开心嘛 虽然跟外来的总统 你站在庙方的立场 他整个 他们整个管理委员会 他看到总统 还有副总统 未来的总统来 他当然对整个庙来讲的话 当然本来就香火鼎盛 又大咖这样来做一个加持的话 那是不简单 那你说这个 这个朱立伦没有到 会不会是中东警的问题 我就不知道 因为毕竟 主办单位是 共亭公管理委员会 是庙方嘛 庙方 因为你中东警 你是因为地主啦 所以我倒也不觉得说 什么朱立伦 你被边缘化也不会 是说这几年 我就没有感觉 你朱立伦跟妈祖有什么关系 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你要跟宗教做一个连结的话 也让人家感受到说 你这对宗教到底有没有虔诚 或者说 有要算的时候 我就来 不要算 我连插我都没要插他 也许这几年朱立伦 他他的想法就是 我就没算 我去那是要冲阿会了 等一下再给大家 我去那买一乘 我去那乘乘 但是问题是 有志于大卫的人 像这种民众所喜欢的 尤其这种宗教活动 大家也是要去 我们妈祖的 我们那也拜妈祖 我们当天是拜王爷 但是王爷里面都有妈祖 我们当然都会想去啊 这是一大盛事嘛 不然我们跑到拱天宫去 那边又没有我们的选票 但至少你会发现说 大家对于这样的民间的一个信仰 非常的一个虔诚 要剩下两个多位要卸任的总统 他也去啊 代表说你看他这几年去 他卸任的没有要选的 他还是去 你看这一支快18万人 对不对 我报名我就报到 12万2858号 我也觉得开心啊 858 858 122 858 我觉得很开心 去到现场的你会发现 他也不会分你说 哪一个政党 大家就是非常的一个虔诚啊 所以柯文哲有点可惜了啦 去你就台风啊 民众当中你现在也算大胆 你算是可以把那个 你的算量 让我黄国昌把你押过去 上面我还有其他的事 我如果柯文哲我来跟他们说 其他的事先撇开 对没有做相当教 今天也要来跟他们走一趟了 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真的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这一次在看的话 你说我也不认为 各政党人都来乘声量 欢迎这种盛大的 台湾民众民间的一个信仰 大家这么喜欢的这么慈悲的妈祖 大家来台湾也求我们保庇 那个求保庇的人 到妈祖那边没有人会去许愿 伤害谁啦 伤害哪一个政党 都不会啦 了不起是说 你不讲国泰民安 至少你会讲说 不然我们这董 你也要帮我们打掌 打掌 绝对去的那个地方 许下来的愿望都是好的 只是一个小院 或者中院 或者大院而已嘛 那所以这一次白沙屯来看的话 我看昨天 这样的一个 那么多的一个大咖在 蓝绿大咖这样尬场来看的话 显示的是妈祖的神威 号召各政党 大家一起来 做好事帮助台湾 的确 妈祖的保庇 是不会分蓝绿的 大家都希望国泰民 对每个人都好 所以不管是 即将卸任的蔡总统 他的民间身亡依然很高 还有即将接任总统的赖庆德 当然他是叙事待发 只是说在这边当中 去观察政治人物 他的分量的消跟长 所以苏培怎么观察 那大家可能觉得 落差最大可能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那个状况 就被说哪边热到哪里蹭吗 可是现在好像 已经有点时不我语那种感觉 所以有人就说 哇 他是什么流量王 现在变成了流浪王吗 哪边热闹哪边蹭吗 这个就是大家对柯文哲的认识嘛 就是说他每次做的事情 总是有升量的计算嘛 如果没有升量的计算 如刚刚委员所说 白沙屯妈祖的这个 出瞬节的事情 就是大件事啦 而且现在是大家都疯狂去嘛 你看去年跟今年 一插就插了六万多人 代表大家对于这个白沙屯 妈祖的这个神威的部分 其实都有在流传 所以才会吸引了那么多的信徒 今年去参与 那柯文哲如果不是升量考量的话 他应该要比照过去啊 他甚至过去还曾经在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 秤公价 去对妈祖去行脚 对不对 那那时候都因为有升量啊 因为他到哪里去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都跟着拍 他累倒了 他擦汗了 他什么换走不动的 换骑Ubike去进箱 全部都变成新闻啊 坏新闻好新闻都有新闻啊 但现在因为他选完了 升量被黄国璋全部抢走了 他今年就是改去什么 改去拜拜而已 也没有要跟着走 我就觉得这很可惜啦 因为今年这么多人 到了这个白沙屯的活动 那你柯文哲 如果真的是妈祖的信仰 那你应该跟大家 比照过去就好 没有更超过 比照过去 你过去怎么样在选举那一年 或者是你在当市长有升量的时候 你怎么样再去蹭妈祖蹭升量 你照样这样走就好 人家就不会再讲你的嘛 可是柯文哲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没有 他还是选择就去拜拜而已 我就觉得这其实会让人家 就是看破他的蚌子啦 柯文哲的选择 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忠心的信仰 谢国王不要感谢柯文哲 他在害你 我跟你讲他在害你 他就是我柯文哲也有一件 大家赶快围过来 这个山海差量的行动 这关柯文哲怎么是 最嗨的是小草 小草 是年轻人在做的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这些人是他的族群 那你以为柯文哲是在 帮谢国粮吗 柯文哲是在提油救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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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